南疆叛乱 南融和北融部落 为争夺草原爆发战争 莫及周边各州百姓 太子孤身前往 所有人都以为太子此番 地势有去无回 可是没想到 只过了三日 原本有着血海深仇的南北王 竟然成了生死兄弟 那是为何 太子十四岁那年 林疆王发生叛乱 与先杀无疾太子再行逼宫 当夜林疆王设宴 太子轻装前往 九国三巡 林疆王借敬酒之息出手行刺 放下酒杯的时候 倒地而死的却是林疆王 酒杯里有毒 太子自然不会喝下 最后全部撒在林疆王的脸上 到了一个无言 再见长孙列宗的下场 从头到尾滴血为战 这个无疾太子 如此心狠熟辣 你就不好奇 他一个人是怎么做到的 莫非 是因为元昭雪 我看你了